《景视通言》第26卷 唐界园一笑音缘 一壶啄酒一餐鸡 这八句诗 乃无中一个才子所作 那才子姓唐明吟自博虎 聪明盖地学问包天 书画音乐无有不通 词附诗文一挥便旧 为人放荡不羁 有轻是傲物之志 生于苏骏家住无躯 做秀才时 曾小莲珠体 做花月银食于手 句句中有花有月 如长空影洞花迎月 深怨人归月伴花 云破月亏花好处 夜深花睡月明钟等句 为人称颂 本府太守曹凤建之 深爱其才 知宗师科考 曹公以才名特见 那宗师姓方明智 秦县人最不习古文词 文唐吟事才豪放 不休小节 正要做明处置 却得曹公一力保救 虽然免货 却不放他科举 直到临场 曹公再三苦求 赴一名于遗才之末 是科碎中了戒缘 博虎会世至经 闻名易著 恭请皆折截下交 以十面为荣 有成瞻式典式 破开私境卖题 孔人议论 与仿义财名 诉诸者为榜首 押服众心 得唐银甚喜 许以会员 博虎兴素坦率 久中便向人夸说 今年我定做会员了 众人以闻成瞻式有私 又记博虎之才 哄传主私不公 言观封闻动本 圣旨不许成瞻式乐卷 与唐银俱下诏欲 问阁 博虎还乡 决一功名 亦放浪失久 人都称为唐戒缘 得唐戒缘诗文字画 骗之耻福 如获重宝 其中为画 尤其得意 平日心中喜怒哀乐 都欲之于丹青 每一画出 争以重价构之 有言智师一绝为证 不练金丹 不作禅 不为商骨 不耕田 闲来写福 丹青迈 不使人间作业钱 却说苏州六门 风盘虚昌楼齐 那六门中 只有昌门最盛 乃舟车福凑之所 真客是 翠秀三千楼上下 黄金百万水东西 五更事犯何曾绝 四远方言总步骑 唐戒缘 一日坐在昌门游船之上 就有许多斯文中人 慕名来拜 出善求起自画 戒缘画了几笔水墨 写了几首绝句 那封闻而至者 其来欲多 戒缘不耐烦 命童子 且把大杯真酒来 戒缘以窗独拙 忽见有画坊 从旁摇过 坊中朱翠夺目 内有一轻衣小环 眉目秀艳 体态绰约 梳头船外 注视戒缘 言口而笑 虚余传过 戒缘神荡浑淹 问周子 可认得去的那只船吗 周人答言 此船乃无稀化学士辅卷也 戒缘一尾其后 几乎小艇不至 心中如有所失 正要叫童子去觅船 只见城中一只船而摇江出来 他也不管那船有在没在 把手相招 胡乱呼喊 那船渐渐至近 舱中一人走出船头 叫声 博胡 你要到何处去 这般要紧 戒缘打一看时 不是别人 却是好友王雅仪 便道 即要打败一个远来朋友 故此要紧 凶的船往哪里去 雅仪道 弟同两个社亲到茅山去进乡 数日方回 戒缘道 我也要到茅山进乡 正没有人同去 如今只得要趁便了 雅仪道 凶若要去 快些回家收拾 弟舶船再次相后 戒缘道 去就罢了 又回家做什么 雅仪道 香烛之类也要备的 戒缘道 到那里去买吧 遂打发童子回去 也不别这些求师化的朋友 竟跳过船来 与仓中朋友续了礼 连呼 快些开船 周此之是唐戒缘 不敢怠慢 急忙 撑高摇鲁 行不多时 望见这只画坊就在前面 戒缘吩咐船上 随着大船而行 众人不知其故 只得依他 次日到了吴喜 见画坊摇进城里 借缘道 到了这里 若不取惠山泉 也就俗了 叫船家 一周去惠山取了水 缘道此处停泊 明日早行 我们到城里略走一走 就来下船 周子答应自去 介缘同雅仪三四人登岸 进了城 到那热闹的所在 撇了众人 独自一个去寻那画坊 却又不认得路径 东行西走 并不见些踪影 走了一回 穿出一条大街上来 呼听的呼吓之声 介缘立住脚看时 只见十来个仆人 前引一圣暖叫 自东而来 女丛如云 自古道 有缘千里能相会 那女丛之中 昌门所见 轻衣小环 正在其内 介缘心中欢喜 远远相随 直到一座大门楼下 女使出营 一拥而入 寻之旁人 说是化学是福 是才教中 乃夫人也 介缘得了识信 问路出城 恰好船上取了水财道 少请 王雅仪等也来了 问 介缘哪里去了 叫我们寻得不耐烦 介缘道 不知怎的 一起就挤散了 又不认得路径 问了半日方能到此 并不提起此事 至夜半 呼吁梦中狂呼 如眼眉之状 众人皆经 唤醒问之 介缘道 是梦中 见一金甲神人 持金处击我 则我 尽相不前 我叩头哀起 愿斋戒一跃 知身至山谢罪 天明 如等开传自去 无且暂回 不得相陪已 雅仪等信以为真 至天明 恰好有一小船来到 说是苏州去的 介缘别的众人 跳上小船 行不多时 推说一忘了东西 还要转去 袖中摸几文钱 赏了周子 愤然登案 到一饭店 扮下旧衣破帽 将衣襟换气 如穷悍之状 走至画府点铺内 以点钱为由 与主管相见 背词下气 问主管道 小子姓康 明轩 无限人士 颇善书 处一个小管为生 尽因捉漆顽 又失了管 孤身无火 欲投一大驾 宠书办之意 为之府上用得否 堂收用时 不敢忘恩 阴余秀中 取出戏凯树行 与主管观看 主管看那字 写得甚是端楷可爱 答道 待我晚间进府 秉过姥爷 明日你来讨回话 试晚 主管果然将字样 秉之学士 学士看了 夸道 写得好 不似俗人之笔 明日可换来见我 次早 介缘便到点钟 主管引进介缘 拜了学士 学士见其仪表不俗 问过了姓名住居 又问 曾读书吗 介缘道 曾考过几遍同生 不得进学 经书还都记得 学士问是何经 介缘虽习上书 其实五经俱通的 小的学士习周易 就答应道 周易 学士大喜道 我书房中写帖的不缺 可送公子处做半读 问他要多少身价 介缘道 身价不敢领 只要求些衣服穿 待后 老爷重义时 赏一房好媳妇足矣 学士更喜 就叫主管 就叫主管 于典中 寻几件随身衣服 我与他换了 改名画庵 送至书馆 见了公子 公子叫画庵 抄写文字 文字中有字句不妥的 画庵 私家改篡 公子见他改得好 大惊道 你原来通文里 几时放下书本的 画庵道 从来不曾矿学 但为贫索破耳 公子大喜 将自己日课 叫他改靴 画庵笔不停挥 真有点铁成金手段 有时提议疑难 画庵就与公子讲解 若公子做不出时 画庵就通篇带笔 先生见公子学问骤进 向主人夸奖 学士讨近坐看了 摇头道 此非如此所及 若非抄写 必是庆人 呼公子 结问其由 公子不敢隐瞒 说道 曾经画庵改篡 学士大惊 缓画庵到来 出题面试 画庵不假思索 远比历旧 手捧所作成上 学士见其手腕如玉 但左手有支指 乐其文 辞意兼美 自负精工 愈加欢喜 道 你实意如此 想古作 亦可观也 乃留内书房 掌书记 一应往来书闸 受之以义 折令代笔 反简趋荡 学士从未曾增简一字 宠信日深 赏赐 比众人加厚 画案十买九十 与书房 诸童子共享 无不欢喜 因而前访 前所见 青衣小环 其名秋香 乃夫人 贴身服侍 请客不离者 既无所出 乃因木春 赴黄英调 以自叹 风雨送春归 杜鹃愁花乱飞 青台满院 珠门碧 孤灯伴锤 孤青伴漆 消消孤影 汪汪泪 一归气 相思未了 春梦绕天涯 学士一日偶到画案房中 简必肩之词 知安所提 慎家称讲 但以为壮年观处 不无感伤 出不意 其有所主意也 是殿中主管病故 学士令化安 暂赦其事 你要多快 进去 UH 你 鬆 在 那